农果会林伍局及立法委员廖国栋服务处一行人 来到东河湘太延幽谷登仙桥 听起当地农民活害问题 因为活子他吃一吃 有的不成熟的他就会咬一咬 然后不好吃他就丢了又要再拿 不管是橘子也好还有稻米 还有我们南瓜啦 不管是种什么 他就可以反正有果树的 他就会去那边侵害就对了 让我们农民能够再继续生存下去的话 就是说补助一些器材来让我们围 好比说电围鱼啦 不然的话就先列入天然灾害的一个补助 农委会领务局保育族人员表示 全台活量至少有30万只以上 切齿严重危害农作物 但人母明切的防范方式 将会参考国际做法 第一 适用必应征及结扎方式 但效果低 因为活子移动范围广 第二 采幼补方式 做到后关起来后移送深山 时数量减少 第三 万不得已时使其安乐时 但因为目前台湾保育团体将会有异见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委员非常关切的 这个猴灾的这个问题 因为民众诚情的案子非常的大 大概他们一般的农作物上的一个灾害 政府如何的去跟他们做一个补助 或是一些捕猴子的一些区域这个部分的一个补助 让那个农民能够达到他们种的这个目的 我们的乡亲里面最重要的是受到果实 等到生产的时候可能危害会比较严重一点 他们是希望能够损害赔偿 那这部分我们可能还要再收集相关资料 因为毕竟政府这几年的经费是比较低一点 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能不能纳入这种危害天然灾害的损害 这部分还要再经过收集相关资料以后 我们才能确认 本次的勘察因为未逢太盐幽谷几层主要生产级 还无法确认遭猴害情况 中秋节过后 预计人将再安排陷地勘察 并以农民进行座谈 请求防范之道 接着法务台东东河采访报道